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古潭MASTERMINE 今天的嘉賓有Jason在 歡迎你 你好 平安良 你好 Jason 你知不知道今天午餐的時候 我還以為下午應該跌幾點收場 被美市又咬得上來 我想問 今天星期有這麼多東西 打到下去大概27,460多又上來 現在市場是否真的那麼強 是否一跌下去 人們衝進去買 看這幾個星期 大家都知道市場 第一位抽上來 都有2000多點 相當大的幅度 很多所謂利好的因素 或者期望 可能很多都在市場上 例如你剛才也說 今個星期有很多因素 大家看得最重的 當然就是中美的談判 沒錯 這個談判其實在上幾個星期 都不斷有很多消息出來 就說會不會有些轉機 會不會留學親自過去 都有一些東西可以談到回來 現在市場上的期待是很高的 同樣地好像說在美國方面加不加息 之前幾個星期就一面都覺得沒什麼機會加 甚至乎回到頭要減息 但不要忘記在這段時間 其實美國出來的經濟數據 又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見到美國那些企業的業績 暫時這一刻出到來的那些 都還是叫對板 再加上美股也有低位抽上去 會不會都令到就說 鮑威爾 聯署局的方面 又未必說這麼快會落一個決定 就說今年不會再加息 即今次聯署局的儀式會議 我覺得它說的那些說話 就可能沒有市場中想到這麼合適 所以令到市場一些比較樂觀 正面的情緒 會不會都叫做消耗得七七八八呢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我是有些擔心的 擔心什麼呢 擔心市 會落 是的 未必再升太多 甚至乎你說 可能今天試一試兩萬七千八 或者再高一點兩萬八 這些關口 阻力是會比較大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在可能短期裡面 真的升不穿 或者看到成交都可能逐步減弱 我怕就可能掉回頭 升不起的就做回套 就算你說未必一跌 跌下去兩萬五 兩萬五六 可能輕輕下兩萬七 都不出奇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打算再追貨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 但是如果要做膽都要很有勇氣 你想想 升了四個星期 被人夾足了四個星期 你叫人現在二萬七千五百多 進去的時候 我想他無論如何都要有心理準備 要被人夾四五百多 這很簡單地說 基本上你十二月尾就全城暢淡 大家當時就說 如果你當時買升的話 你又怕市會再沉底 是的 雖然當時沒有人敢買升 結果就說當市場上側買了一邊 就是看淡的話 倒過來一夾就像你所說 但是現在好像市場上 好像說了一些很好的消息 或者覺得市場都一定會再上兩萬八 又反而會擺上一邊 而且也可以看走勢上面 比較長線一點 就是由去年年頭 說著恆指都還在三萬二千多 三萬三個高位 如果你開個周線圖看 沿著高位拉條下降軌下來 靜靜的下降軌就在現在這些位置 大概在27500至28000 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的阻力 就真的不要看少它 那即是怎樣 即是這些位不買貨 那即是沿著不沿著 如果你有貨或多貨在手 我建議都沿著一點 是 好 今天我看到一隻三百六 三百六其實去年全年 是賺多兩成二了 但如果你看第四季的話 它那個貴度的盈利按鍵 是倒退得比較多的 重要就是炒孔有 炒孔有四十多億都虧了下去 打算今天怎樣都會跌 反而沒有事 是 理解不了 不是那些壞消息來的嗎 雖然之前一出炒孔有這件事的時候 已經跌了下去 但也沒理由這麼硬正 那時候都真的跌得不少 最低都下過五個四 當然這個因素大家都已經心裡有數 還有最重要是 這次出來的業績快捕 說出來的虧損金額 又沒有想到那麼大 因為當初市場傳說 炒孔有一個虧損 是去到十億美金 計算人民幣六十多億 這次出來的結果輸四十多億 輸少當贏 輸少當贏 算是收貨 還有大家也會計算 因為說到第四季 還有利潤 還有二十多億的 profit 有很多一次性項目 其實是包了下去的 除了剛才說炒孔有的虧損之外 譬如一些上油資產的減值 或者一些負存方面的減值 其實那部分都蠶食了利潤 如果你撇除這些所謂一次性的項目 或者一些叫帳面的虧損 核心盈利又不是那麼差 特別是在煉油的部分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市場上不是一面倒看得太淡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有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要留意 就是因為這次業績快步上面 就沒有透露派息會派多少 但是你想想去年中石化之所以 跑贏大市升了那麼多上來 你說業績固然是一個因素 但是真正重要的就是在派息方面 是派突的 派息比率是120% 那麼業績都去到10厘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今次去面對一個 叫做一次性的虧損 盈利都倒下來了 那它還能否保持派那麼高息呢 那麼這個市場是關注的 如果你說到最後要減派息 那業績可能剩下7厘左右 那對它的股價來說都會有些影響 那麼所以在現階段你說要再追這隻股份 那似乎直播空間又未必說太大 那如果拉闊一點看 石油石化股的話 雖然看到譬如之前也有說到 有些公司他們的資本開支是會多的 但是油價始終是很難 在石油石化股 在你自己這個2019年的股份的排列裡面 你會排第幾呢 忠誠 就是說最差那段時間我覺得過了 因為你問我究竟油價是否真的會再跌回二十幾三十元 機會不大 因為你看到現在油組閣那邊 都還願意繼續去減產 就不是說完全沒辦法 完全就各自各不斷增產 那你有一個減產因素底下 你說供應面上又不會增加得太厲害 所以你說油價會不會有個很大的下跌空間呢 就這樣看就未算 但是你說會不會短期之內 又上去八九十元這些高位呢 又難一點 所以我自己看油價在未來這幾個月呢 都可能在四十多至六十美元左右 就拉腳的徘徊 所以你說油股在這些價位呢 貴也不算貴 但是油價沒有一個大升空間的前提之下呢 你說要買這些股份 如果要貴一個很大的升幅呢 就比較難一點 是 就是說沒有什麼肉食 沒有什麼肉食 如果是這樣呢 會不會下年的其中一個首選板 會是一些新能源的股呢 事關於今天內地又有消息 說要將這個再新能源的比例要提高 所以要供些什麼呢 就是供一些風電和光復 都是國家重點推進的行業之內 那這兩個板塊的話呢 現在才是最好嗎 雖然今天看到一些風電股是抽升的了 風電股抽升是個別的 因為今天說的是金峰科技 就算得勁的 但是如果你看看下游做發電的風電營運商 其實個別是做得很差的 好像958的環能新能源 都要跌至接近5% 那這個是挺奇怪的一個現象 因為以往通常就說 如果你提振風電這個行業 有些政策的支持 理論上就無論你上游下游 都應該是同步的上升 應該是齊齊升 但是今天就似乎行相反 金峰就主要是做上游的一些風機 那些風電機組為主 由於這次說要提振整個風電的目的 就說要做一個評價上網 評價上網的意思是說 那些風電營運商要再迫一些風電的項目 就不能夠再拿政府特別中央方面的電價補貼 那他們一定靠自己壓低的成本 跟著就用一個比較低的價格去發電 即是跟燃煤價格的電價是持平的去發電 那如果你說做到這個效果 那他們就不再設定額給你 即是你喜歡裝多少 你喜歡投資多少都可以 任你 任你做 但是究竟在現在的風電的行業底下 有多少的項目 或者有多少的公司 是做到這一步 都很少 還有沒有補貼是否可以的 所以問題就是這件事 即如果你沒有補貼 可能要去到五年後 或者當你整體規模要再進一步壯大 或者你整個發電的成本是降低 甚至乎政府又加很多一些非電價的補貼給你 即是好像一些土地的支持 一些稅務稅尾的支持 都不排除有這個機會 但如果你說短期裏面 就炒得太多 要小心一點 但是我又不是說絕對看淡這個辦法 因為始終他們的股值上面 都叫做便宜 再加上就說他們很多公司 都是一些叫負債高 或者gearing 很高的企業 你說營運商那些 netgearing 是去到200-300% 甚至你說金峰那麼低一點 可能都有80%多 那如果你說負債高 現在內地行的低利率政策 或者是鼓勵銀行放水這些政策 就反而幫到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板塊 有一個投機的空間在 但就不要說用一個太進取的心態 或者買的時候 都盡量控制住碼 不要說太多 那那就是買大小而已 這個板塊我會形容是高風險 勇者無懼 進去就可以考慮一下 你夠勇的話 少少都是可以賭的 如果我沒有那麼勇的話 是不是可以留意5G概念股 因為我看到有朋友在問 788元可不可以入得 788元其實看了它很久了 不懂回 今天終於回來了 一回就回到半成給大家 當然如果你說鐵塔這隻股份 就相對防守性比較高 但又不是完全沒有風險 因為始終在過去一個月 都真的升了很多上來 如果計算股值 用去年的盈利來計算 是一個超高的PE 但當然大家看 不是看去年的盈利 就是說今年5G 未來的story 未來的story有一個憧憬 就會不斷可以將股值調升 但是要留意 始終你一日5G 未叫做很大規模的商用化 或者未落實一些很具體的政策之下 那麼快去炒到那麼高上來 會是有些風險 那今天你說從高位回下來 都看到成交不小 每一部分的資金都開始留意到 股值是過高 或者之前是過度 升得太過度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要賣這隻股份 不是不行 但是最好都等它回下去 可能過半左右才考慮 過半啊 就是還有少少位 是啊 號領子 但是5G這個概念 都炒了好一段時間 是不是真的 這些的中國鐵塔類 是會好過三大電訊商 三大電訊商 就本身一開始在5G初期 他們就要扔錢出界 就是要不斷燒錢 要投資 要買一些塔 要做一些基建 那本身就令到capers會增加 那大家就會想 會不會你的現金流會有些問題 或者會不會在派息的政策上面 都會有些影響 所以你說這一輪炒5G 電訊股也有一聲 但是相對的升幅就少一些 反而你說做一些設備類的 始終電訊商肯扔錢出來 加大資本開支 那你預計了訂單 會多了 你需求會大了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炒5G概念 那我都覺得在初期的階段 設備股 或是做一些上游為主的公司 會相對較好 如果一看 今天941是很聰明的 真的靠它頂住的事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大家就開始害怕了 因為始終 你知道悲慘的記憶 大家都記憶猶新 去到這些位置 就想不如它下來算 買上去又怕 怕它再上不到 還有你941上 某程度上代表市場避險的情緒 都比較高 真的 類似其實是公用股 是吧 即是你的市場差的時間 通常941不頑皮 反而就說之前有些牛市 格局 市場上升到含含聲 941是賺不到錢 所以你說這一段 941 或者一些電訊股 這樣跑上來 對於我來說 不是一個 對於整個市況 是一個這麼好的訊號 再加上 你說941本身 自己本身在4G 在4G上面 其實都已經在增加空間不大 甚至乎你說 看回去年的情況 雖然它又不是最差的間 如果你計算4G的市佔率 其實亂通就比較頑皮 但是說中電訊 跑上來跑得是最厲害的 所以你說中移動來說 就忠忠挺挺 但這些價位對於我來說 就不是太吸引 反建議823 823 但是大家的評論是越等越高 完全追不下手 這些股份也是 因為823對於我來說 是相當值得投資 特別長線的角度 是值得買的股份 但是通常好東西 就不會便宜給你買 或者每跌少少 每便宜少少 通常那些人就蜂擁去吸貨 不是你跟我買 是基金都要爭著買 同基金爭 同基金爭 那些基金要買 就是因為市況很一般 市況很差 但他們又不能夠保持100%染金 那怎樣都要找一些股份買 可能這類型的利率領展 做得OK的就買 再加上見到美國現在的債息 也仍是保持低位 仍未上升2.8厘 所以變相對於一些利率 或者一些高息股來說 會有這個保證 所以你說要等它賠很多給你買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說這麼高 再值不值得 又見仁見智 所以這些股份 我就覺得是可遇不可求的 或者你要等市況 有些什麼風吹草動 真的很多股份 都一下子這樣賠下來的時間 趁低去買回來 就會比較好 我聽了你說18分鐘 都好像沒有什麼股份 短期可以買到的 短期來說市 我真的看得一般 所以你說你勾勁要在這些位置 追貨就要打成12分精神 反而你說一個辦法 如果真的要買 可以留意的 就是一些基建股 基建股其實我從去年開始 但是基建股也跑了一輪 你說得對 去年年尾那段 是升得不錯的 即基建股是逆市跑贏了 很多辦法 但如果你從今年一月開始計 即一月初開始計到現在 很多鐵路股 或者基建相關股份 是由高位下降 其實這一層市升 他們受不了 沒有他們的份 那我就在想 如果你說這一層市升到七七八八 錢又開始要避險 要買一些相對穩陣的股份 那可能基建股就會吃回勢 而且始終你說到政策層面 今年不差 好像剛剛也有個消息 說鐵路投資的額 說年年都不斷增加 比大家的預期 去年都是8千億 今年現在都說到8千六百億 即進一步是增加 所以你問我 如果真的在這些位置 要再買股 或者想找一些 未升了的股份 我覺得基建鐵路股 是其中一個選擇 這個基建股當中 你有沒有哪一種是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有幾隻 幾隻 1186、390這些造成建商就OK 但如果你說真的比較進取一點 或者炒波幅大一點 就可能中車 即1766中國中車 我自己都一直有跟開 去年的業績就上半年一般 但是去到下半年 當中跌總增加了採購 還有很多產品 去到今年會去到交付 我相信業績會有幾大程度的復數 所以要選擇的1766 我是會考慮的 你知不知道起基建要用什麼 鋼 不是 水泥 是 是 就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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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怎麼看的 水泥股 我都忠誠 你說淡就不算太淡 比鋼長股來說 我覺得水泥股還可以有一個直播空間 但是始終你說今年來講 去賣水泥股就不像去年的心態 去年你想著買下去 基本上就長升長游 一個單邊的升落 因為見到去年水泥在內地 大部分地區的價格 都是保持著升的 是 都保持記錄的新高 但是今年 就很難同一個股 因為在整個產能限產的措施 有些變動 供給則改革 也都沒有去年可以做得那麼進取 再加上今年始終房地產開工的量 也都會有機會倒下來 所以這些因素底下 其實水泥價 就算不大跌 都很難好像去年升得太多 所以水泥股 但是當然它唯一一個優勢 股值仍然都是低 還有股價都經過 就是之前幾個月一個調整之後 這些價位不算特別貴 所以短炒的角度 1313是值得留意 上網我自己都看回去 可能8元左右 但是我覺得 如果用估值低 作為一個衡量標準的話 都很容易中覆 小米都覺得估值低 是不是現在都是估值低 小米估值是不是低 聽說它會出5G手機 很多電訊商 或者很多電話公司都會出 那你會不會悶 一天還未出 一天還未知道裏面的配件 很感慎 那我就不會這麼快去判斷 因為始終5G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個迷 即到最後你換了手機 會令你下載速度快了多少 還有究竟在手機本身的硬件上 是不是這麼容易可以配合到呢 這個都值得期待 因為本身5G的傳輸速度 到最後你電話裡面 其他硬件上是否配合 譬如說你的容量是否足夠 這個要看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出5G手機 都不只是小米出的 而小米你說在過去幾年 當然它又不是特別差的 但是都是一句 始終現在小米面對最大問題 不是說自己機管免的因素 而是面對很多基金股東 都說要減辭 再加上員工方面 之前也都行使了一些股權 這些因素都是值得留意 還有整個智能手機行業 我覺得今年的表現 未必說太好主 但是今個星期 我們蘋果是會出業績的 如果你看回手機Marvel 2382是真的跑出的 這段牌 兩隻都是 瑞星都做得不錯 它純粹是低位反彈 讓大家查了一段 是不是 好像剛剛說 始終整個智能手機產業鏈 今年我覺得都會挺低迷 因為蘋果是一個比較有啟示性 或者有主導性的指標 如果你說連蘋果做不住 當然你可以說蘋果做不住 會不會華為 會不會OPPO 那些機器 反而可以吃到更大的market share 當然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始終現在做這些手機零部件的公司 好像你信譽為例 其實它吃就不是說純粹靠量 如果你說出貨量 可能你華為多了 那是否必定會幫到它呢 不一定 你看回順雨去年 大部分月份的鏡頭 或者是相機模組的出貨量 都是升得很厲害的 但是到最後的業績 是沒有什麼增長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 你有個量 但是你的價格跌下來 因為你現在很多智能手機 升級的空間 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之前炒了什麼 四鏡頭五鏡頭 基本上現在那個滲透率是很低的 再加上有很多的台灣公司 內地公司 都一樣有競爭在那裡 所以變相在那個毛利率上面 是不斷被人蠶食下去的 所以你說這類型的手機設備股 這兩三個星期彈上來 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叫做後抽 不要被迷惑 是吧 就是不要被迷惑 這些位置如果你裝進去 想著跟它結識一下 我可能會後悔 是 好 今天謝謝Jason 剛才說過這麼多股份 有沒有拿著呢 沒有時間 謝謝Jason 下次再見 拜拜